快要跨路10月了 那么在车商也要准备抢年底商机 我们来看到有一台是号称 台湾累计销售超过46万辆 史上最卖的国产车 那另外一台是最近12年 每年是蝉联最畅销宝座的单一车款 那包括Artist跟Centra 这两款台湾最卖车 我们告诉你10月份 他们同时是喊出这个车子要改款了 那么有一台车商 它是强调这个线条更利落 那么另外一台是这个 他们说是空间会更大 那这两台都曾经是 这个小黄这驾驶朋友 他的最爱到底有什么魅力 我们来看看 这触笔十足的汽车广告 相信许多人都还有印象 从2001年国产化以来 Artist已经连续12年 才连台湾最畅销单一车种 台北网友封卫生车 智慧型通讯系统 结合音响与行动电话系统 至于日产Centra 1995年在台登场后 累计销量超过40万辆 号称台湾史上最卖座的国产车 以前就是Centra的市场 那两台蛮神的 那一个时代 它是最 就是最棒的 省油好开空间够 只要是老天的司机都喜爱用 日产Centra称霸台湾90年代 光田Artist2001年后所向无敌 而这两款车今年10月终于要正面对决 它的规格变相形式 几乎是都一样 伯仲之间油耗什么 我相信开起来差别也不是很大 车头锐的线条 车身腰线往上抬高 10月7号Artist大改款登场 宣布三个月要卖1.2万辆 抢在新Artist发表之前 SuperCentra提前全面预购 回抢单月销售要破千辆 喊出自己是史上最强中大型房车 我们以直觉上看起来 似乎这一次的这个NewCentra 外形上好像保守了许多 比性能几乎不向上下 接下来就看这两台畅销车登场之后 实际销量见真章了 东森采经新闻皇亲张博祥 这么把打